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并且确保我们的医疗体系 能够为所有病患提供照顾 我们对抗这个看不见 摸不到的敌人 困难重重 但还是勇敢向前 没有气馁 由于大家同心协力 客宫宿舍的疫情已经受到控制 社区感染的人数也大幅度减少 我们保护了我们的年长者 并且把死亡率维持在低水平 在此 我要感谢大家过去两个多月来 所做出的牺牲 保障了大家的安全 我还要特别感谢每一位前线人员 包括我们的医护人员和许许多多的志愿者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选择在国家传染病中心和大家想说话 对抗疫情 我们采取了严格的阻断措施 取得了眼前的成绩 我们的措施见效 但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政府今年连续推出四个预算案来扶持经济 帮助企业和员工渡过难关 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处于封闭状态 而是必须在保障国人的生命安全和生技之间取得平衡 因此我们决定分阶段重启经济和社会活动 必须注意的是 我们无法恢复阻断措施之前的生活 因为大多数人口并没有接触过病毒 还是有可能患上冠病 我们得继续全力保护年长者和已经患有其他病症的国人 这就是我们小心重启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原因 我们已经进入阻断措施放宽的第一阶段 接下来的这个星期 我们将继续观察情况 如果情况保持良好 我们在六月底之前就能够进入阻断措施放宽的第二阶段 到时 我们将恢复更多活动 经济将几乎完全重启 我们也会放宽人与人接触的限制 以及允许大家探望家人 但聚集的人数不能超过五个 而在边境管制方面 我们会谨慎地放宽限制 开辟绿色通道 恢复我们和一些国家的人员往来 这安排只限于必要的商务行程 而且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定 如果冠病情况持续好转 新加坡会和更多国家开辟绿色通道 并且让非商务旅客进出 但是国际航空旅游业 相信还需要好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我们也没有那么快能让大家像以前那样度假旅游 随着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逐步恢复 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将更加频密 病毒传播的风险也会跟着提高 我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 新比例可能会增加 很多其他国家地区在放宽管制措施后 都出现了更多新病例 新加坡很可能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稳定维持社区感染的情况 如果做到这一点 我们就能够向着阻断措施放宽的目标 继续向前 反过来 如果社区感染的数字 大幅度上升 我们就必须放慢脚步 甚至再次收紧一些阻断措施 由此可见 我们接下来 抑制冠病传播的能力至关重要 正因为这样 我们在两个月的阻断措施期间 进行了两项重要工作 为重启经济和恢复日常活动做好准备 我们首先提高了追踪能力和速度 除了向警察部队和武装部队 调派人员来扩大团队 也利用科技来加快追踪工作 我们还推行了Safe Entry 访客登记系统 以及推出适用于智能手机的Trace Together 合力追踪应用程序 这使得我们能够更快地找出那些和病患接触过的人 将它们隔离起来 避免出现大规模的感染群 除了Safe Entry和Trace Together 我们也正在开发方便穿戴的蓝牙配备 让大家即使不用手机 也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帮忙控制冠病的传播 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政府推出这些工具的用意 并且全力配合 善用这些工具来保护自己 也保护他人 我们在阻断措施期间进行的第二项工作 是加强我们的检测能力 我们采购了更多的试剂盒 提升了实验室的检测能力 以及聘用和培训更多检测人员 今年4月初 我们每天进行2000次检测 现在我们每天能够进行大约13000次检测 接下来的几个月 我们将更进一步 每天可以进行多达4万次检测 加强检测能力 是防疫工作很重要的一环 我们除了能够针对高风险族群 进行更广泛的检测 也能够在社区展开更大规模的预防性检测 包括让更多呼吸道疾病病人进行检测 以便更快速更准确地了解 冠病在社群中无声传播的情况 除了传统的检测法 我们也在采用其他检测方法 像是检测污水中是否有病源 从而得知某个特定族群中是否有患病的人 例如住在宿舍里的客工 此外 我们也通过血清或抗体测试 辨认出那些之前受过病毒感染 但可能已经康复的人 加大检测和追踪的力度 将帮助我们有效地控制 冠病的传播 有助于我们恢复商业活动和日常活动 长眼来看 要抑制冠病传播 关键在于成功研发出疫苗 令人鼓舞的是 许多国家正在积极研发疫苗 新加坡也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有优秀的制药业 也有先进的生物医药 科研能力 经济发展局也正在和制药公司探讨 看看能不能在本地生产疫苗 有了疫苗之后 政府将确保国人都能注射疫苗 也能负担得起费用 在等待疫苗的当儿 全球各地的 临船医师和研究员 包括新加坡的团队在内 正在努力研发药物和其他治疗方式 来降低病毒对人体的伤害 不过 研发药物和疫苗是具有高度挑战性的工作 没有人能够保证 目前正在进行临船测试的药物会是有效的 尽管全球各地投入大量新力 我们可能还要等相当长的时间 才有可能使用疫苗 因为这些不确定性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 冠状病毒很可能不会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 国人将长时间暴露在冠病的威胁中 我们因此必须调整生活 学习长期同病毒共存 而这不能够只靠政府来推动 不论是企业或个人 都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 要调整生活 重点在于改变行为和心态 我们必须智力和警惕 不能够松懈下来 我们必须负起社会责任 保持好个人卫生 以及和他人保持安全距离 我们要勤于洗手 无论出门到哪里都戴着口罩 并且避开大型聚会和拥挤的地方 如果生病了 就要立刻看医生 这些道理 我们已经向大家强调了好多次 但是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所有人 因为只有做好自己的本分 才能保护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 只要大家都贡献一份力 就可以把冠病挡在门外 这将使得我们能够像丹麦和新西兰一样 安全地重启经济和社会活动 不用担心再次实行阻断措施 不过 要是我们没有做好防范措施 情况就会不一样 新病例和新感染群会快速增加 即使在怎么努力测试和追踪 也难以避免再次实行阻断措施 因此我们恳请大家要遵守规则 保护大家的安全 除了积极采取预防措施 我们也必须改变作息和工作方式 冠病使得更多人接受灵活工作制 居家办公、错开上下班时间 以及分组办公已经成为新形态 为此我们的城市规划 必须照顾到新工作方式的需求 办公室和建筑设计 也需要跟着改变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病毒容易在封闭的空间里传播 除了改善建筑物的通风和空气过滤系统 我们还可以安装无接触式的设备 例如自动门以及设置体温检测站 让这些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新常态 除了调整办公安排 企业也必须探索出新颖和安全的方式来提供产品和服务 已经有越来越多企业 官方使用数码科技 其他还没跟上脚步的企业 必须改变运作模式 适应新的商业环境 如今就连吃巴萨的摊主和熟食小贩 都已经接受无现金付款 以及利用互联网平台吸引新顾客 这趋势很值得鼓励 冠病疫情严重打击许多行业 建筑业也重重地摔了一跤 接下来 建筑业必须在工地推行必要的安全措施 并且继续推动自动化提高生产力 来减低对客工的依赖 建筑工人 不论是客工或本地人 都得接受定期和全面的官病检测 另外 客工的居住环境 也会获得进一步改善 在本地工作的客工 有许多住在住室里 我们目前看到的客工宿舍 其实是过去十年来 经过不断改善的成果 然而 即使我们采取了防范措施 官病还是在客工宿舍里 大规模爆发 为了防止类似情况 日后再次发生 政府将加强客工宿舍的防范措施 建造比较能够避免传染病扩散的新宿舍 不过 即使是有更完善的宿舍 只要有大量客工住在一起 共用设施 风险就仍然存在 事实上 不论是客工宿舍 疗养宴 或者游轮 只要是共同生活空间 一旦有传染病爆发 就会面临风险 建筑业需要面对这些重大调整 意味着将会有大笔的额外开销 眼下 政府会通过建议向前预算案来帮忙 承担这些费用 长眼来说 我们将会推出其他研究 并且鼓励建筑业进一步提高生产力 这段过渡期 无疑是痛苦的 但我保证政府 将同建筑业紧密合作 共渡难关 协助建筑业 一火重生 总的来说 重启经济和社会活动 并不代表一切将恢复正常 我知道很多人都期待 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活动 恢复自己习惯的生活 不过这还不是时候 相反的 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期望 习惯和生活方式 在阻断措施期间 国人展现了坚强的意志力 适应能力和韧性 我们现在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 这些优良的特质 还是要保留下来 在这段期间 不少人发挥创意 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 除了连见聊天 甚至还一起连见运动和用餐 短期之内 我们不太可能度假旅游 或举行大型聚餐会 但是 我们可以选择在晚上旅行 出席晚上音乐会 以及在晚上学习新技能 除此之外 不同宗教的领袖们 也在晚上直播布道会 让净徒们能够继续通过宗教 获得精神力量 危难当头 我们并没有失去信心 也没有放弃希望 突如其来的危机 凸显了人间温情 展现出国人美好和善良的一面 大家互相照顾 不分你我 每一天来自各行各业的国人 贡献他们的力量 有的到客工宿舍帮忙 有的分发食物给年长者 有的帮助照顾 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我们的企业也挺身而出 捐赠口罩和其他物品 给有需要的人 并且为防疫前线工作 尽一分力 这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新加坡精神 是这股精神给了我们信心 不论风雨有多大 我们都能迎面向前 眼前的道路曲折难了 每一个国家都在寻找答案 因为成功没有标准模式 我们的任性和意志力 我们的人词和测影之心 我们的坚毅和凝聚力 将带领着我们度过这一场危机 不论你眼前的挑战有多大 让我们齐心协力 以坚定的信念 共同面对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 必定能够打败病毒 取得最终的胜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